《文匯報》 河南一畢業班九成學生上一本 2015年7月9日中國新聞A31在河南鄭州外國語中學 有一個班級65人竟然57人過大學錄取一本線 這個班的班主任就是被大家無拜為高口戰神的梁國遜 班主任梁國遜從事化學教學二十多年 他所大的班級歷年都有一個統一的稱號就是順子班 在老梁看來 學生用他的名字做班旗 以未賦予責任 他認為他的班上沒有差生 都能上一本 實力少約一點的學生也不例外 當文及他的教學秘笈時 老梁笑著說 他用的是忽悠術 就是鼓勵加暗示加點撥 老梁認為教師應和學生們做朋友 預教娛樂 憑借茶 波 嬉的教學利器 老梁把插生忽悠強 把休等生忽悠得更牛 據悉 老梁所大的班級連續多年最高口中的成績搖搖領先 還有一些學生直接被保送至清華大學 北京大學等全國之名院校 記者高攀 實習記者任巧鄭州報導 名牌 確信 同一個人 同一個名牌